三个月的实习 对南澳的教育和学校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那三个月的时间当中 听课、实践、访谈、搜集资料 三个月满载而归 在过去的几年内 我花的更多时间是在思考 如何将中式教育和西方教育结合起来 思考的时候不仅仅从老师的角度 更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去思考 好的教育不应该停留于表面 而且是由内到外的 AIBT runs a number of internship programs 我尝试着将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中式教育和澳洲的教育相结合 去寻找两者的平衡点 我尝试着将所有的西方教育元素重新有机排列 去评估每一个可以改进的部分 通过和我们在澳洲、中国两边实习基地紧密合作 我们发现 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法 深受当地学生的欢迎 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学习任务 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知识的掌握程度 比如澳洲学校的英语课 英语课就相当于我们那里的语文课都是教母语的 然后他们这边英语课有所不同的就是 他就带你到图书馆里来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去看英语书 积累英语文化 这是类似于你读一本书之后 在图书馆里写一篇读后感 读后感之后会将在下周一在班上老读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学习方式非常的开放自主 在我看来课本知识是学习思维方式的载体 思维方式才是学生可以终身受用的工具 在澳洲课堂学习和中国传统课堂很不同 某种意义上这里回归了课堂最本质的模式 学生们总是在不断的沟通和辩论中互相学习 这样的教育体系 学生学习到的不只是课本知识 他们还学到了极强的思考力 在威斯敏斯特实习的三个月 让我感触颇深的是 这里的学校和老师都给予了学生充分的信任 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生和老师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 并共同创造了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 我觉得海外实习生活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告诉自己 我在澳洲所做的一切都非常的重要 并且可能改变将来我学生的未来 澳洲教育核心是教授思维方式 坚持传授这样一份教育核心给我们学生们 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我对未来的承诺 我爱在这里